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9月21日由市长林又昌正式接牌齐佑 近400坪的祖孙馆规划了幼儿专属区 长者活动区和代监共荣区 甚至还开了老幼共荣课程 不仅让幼童能够安心在此玩耍 长辈与孩童间的感情更能紧密连结 这里的幼儿专属区针对了学龄前幼儿 对事物的好奇心 运用不同的抑制邮具 让幼童在探索的世界里 培养不同感官能力 像是弹钢琴 对叠积木 蹲进去 你不要看到镜头 你就一直看镜头 都能让幼儿在感官刺激中成长 而大孩子在这里也能够在爸妈的陪伴下 享受到邮聚的乐趣 亲子在祖孙馆互动室学习 更十足增添亲子的情谊 像是一起画画 一起抑制蝶杯 更提供了亲子DIY料理的场地 而爷爷奶奶也能在这边 与同龄一起上课互动 也可以在此含一弄孙 实实在在地享受祖孙馆期许的 世代共融 老少共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